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火快炒放入盘内 接着让牛肉跳入特制麻辣汤底微煮 撒上辛香料 别以为只有这样 重头戏才正要登场 冲下高温爆香的红油 麻辣香气四溢 厨师像变魔法般 当这道水煮牛连四川人也直呼很道地 川菜就是加很多辣椒嘛 但是它这个有辣椒 然后也掌握到了川菜的精髓 我的牙齿不好 但是吃的牛肉都满嫩的 无辣不欢的四川菜 还有这道招牌烤鱼 选用鲤鱼 肉质扎实又耐煮 加了四十多种香料跟中药调味 鱼肉入口软滑柔嫩 焦香打仙风 麻味果粒之源 辣味在座后勤补给 暗藏层次奥秘 立刻攻陷韬客味蕾 吃的真的均均有味 然后辣到心坎里 吃过其他家的话比较起来 还是会回到这家来吃 吃很多次 老板王大为祖籍四川 因为从小接触川菜 经常下厨料理 六年前跟太太郑鸿鱼一起开店 为了烹调出道地川味 两人经常大老远飞到四川 采买辛香料 带回肉桂 草果 小茴香 等等数十种原料 因为没有他们 成就不了正宗川菜 因为原食材跟我们的调味 是跟当地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尽量把这个东西的 味型的味 把它抓进来 尽量做出正统的东西出来 喜欢料理 喜欢料理 传人对麻辣的东西 特别有情感 有天赋 其实爸爸以前也开过 就是小馆子 老板夫妇为研发新菜 尝遍所有辛香料 也构筑了属于自己的百味人生 对 对